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Come on! 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收听说中文播客。 我相信大家都是学习外语的高手,即使你还没有成为一名高手,那至少你也是一名外语爱好者,对吧? 在我们的听众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语言天才,他们个个都是高手。 不仅是中文说得特别棒,而且还会说其他很多种语言,比如像是德国的Friends,他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当然会说德语,此外还有中文、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还有一点点葡萄牙语。 另外,住在荷兰的马台,也会说荷兰语、中文,英语说得更是特别棒。 据说他最近还学习了一点泰语。 还有来自美国的Megan,他会说英文、中文、还有韩语。 另外还有来自越南的Julia,他会说越南语、中文、英文。 不过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还能听懂一点粤语。 粤语也叫做广东话,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的。 我猜我们的听众里一定不止这些语言高手,一定还有很多很多。 如果你也会说至少三种语言的话,请你一定告诉我。 总之,这些语言天才真的是让我很羡慕,让我羡慕得不得了啊。 说到这儿,我想聪明的你一定猜到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了。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语言。 我们通过语言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所以有人说语言是一种技能,是一种和别人交流的工具,非常对,我很同意。 不过我觉得语言不只是技能,不只是和别人交流的工具,而且是一种文化。 不同的语言能给我们带来特别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我想说的是每一种语言都有它们自己无法被取代的特点。 比如大家都很喜欢看小说,对吧? 有人气的小说会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 比如一本畅销的英文小说会被翻译成中文、德文、西班牙文等等等等。 那么你会选择哪种语言的版本呢? 我最推荐大家读原版。 如果你可以读得懂的话。 因为不论翻译的多么出色,都很难把原来那种语言的特色完美地表现出来。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不一样,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变味。 不是说翻译的不好,只是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 而且是别的语言无法替代的。 你觉得是不是呢? 说到这儿,对了,你知道全球大概有多少种语言吗? 还是老规矩,你来猜猜看吧。 答案就在今天的短文中,你来听听看,准备好了吗? 很难说清楚到底有多少种语言,只能说全球大约有七千多种语言,不包括方言。 其中40%以上的语言兵临灭绝,这些并微语言的使用者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 而且每周都有至少一种以上的语言从地球上消失。 相反,最有影响力的20种语言拥有将近全球一半人口的使用者。 嗯,怎么样? 今天的短文是不是还挺简单的呢? 答案是D,到目前为止,全球大概有七千多种语言。 你的运气怎么样?选对了吗? 其中在亚洲和非洲的语言种类最多,它们都有两千多种不同的语言。 不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居然在欧洲的语言种类最少,只有两百多种。 这让我挺出乎意料的。 好,这次我会读得稍微慢一点。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实在是太简单的话, 那么你可以一边听,一边把你听到的都写下来。 找一张纸和一支笔来挑战一下吧。 你准备好了吗? 开始了。 很难说清楚到底有多少种语言。 只能说全球大约有七千多种语言,不包括方言。 其中40%以上的语言濒临灭绝。 这些并为语言的使用者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 而且每周都有至少一种以上的语言从地球上消失。 相反,最具影响力的二十种语言拥有将近全球一半人口的使用者。 好,很难说清楚到底有多少种语言。 只能说全球大约有七千多种语言,不包括方言。 关于全球到底有多少种语言,我查了很多资料,但结果却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 有人说有七千一百一十七种语言,有人说有七千三百种语言,还有人说有六千五百多种语言。 大家的意见都不太一样。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意见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专家们的观点不太一样。 再说的具体一点,也就是语言学家们对什么是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理解。 很多语言学家们都在争论什么才算是不同的语言。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你觉得什么才算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呢? 英语和汉语,它们算吗? 嗯,它们当然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日语和韩语呢? 它们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没问题。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呢? 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它们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没有什么争议。 那么汉语和粤语呢? 刚才我们说到了粤语,粤语也叫做广东话。 在中国的广东省比较流行。 你觉得汉语和粤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吗? 有的语言学家认为汉语和粤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但是也有语言学家认为,粤语只是汉语的一种方言。 嗯,除了汉语和粤语的这个例子以外,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很难说得清楚到底有多少种语言的原因了。 尽管如此,大概的数字还是可以知道的。 全球大约有七千多种语言,不包括方言。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 尽管他们说的都是同一种语言,但是方言听起来也非常不一样。 幸好七千多种语言中不包括方言。 要是再加上方言的话,那真的是太复杂了。 其中有40%以上的语言濒临灭绝。 这些濒微语言的使用者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 七千多种语言,听上去是挺多的。 不过其中有40%的语言,濒临灭绝。 七千的40%大概是两千八百,就算三千吧。 有将近三千多种语言都濒临灭绝。 濒临灭绝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一种东西马上就要消失了,而且是永远消失。 比如地球上有很多动物和植物都濒临灭绝。 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 语言也一样。 在七千多种语言中,也有将近三千种濒临灭绝的语言。 濒临灭绝的语言也叫做濒微语言。 濒微语言的使用者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 我想濒微语言的定义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如果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少于一千人的话, 那么这种语言就可以算是濒微语言了。 对了,大家别忘了去看一看濒微语言和濒临灭绝的汉字是怎么写的。 看上去还是挺复杂的,挺难写的。 好,那么都有哪些语言是濒微语言呢? 为大家介绍几个。 第一种濒微语言叫做大安达曼语。 据说这种语言的使用者目前不到二十人。 有科学家认为,大安达曼语是东南亚最古老的一种语言之一。 所以经常有语言学家为了研究这种语言, 去东南亚寻找会说大安达曼语的人。 嗯,哎,我觉得这倒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你要是会说大安达曼语的话, 那你真的不用担心找不着工作了。 啊,好,第二种语言叫做科伊桑语。 会说这种语言的人更少,还不到十个人, 而且都是老年人,都住在南非。 这种语言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发音相当复杂, 因为它的音特别多,所以学起来一定很不简单。 据说只有对声音特别敏感的人才能听得到这些语言里不同的发音。 我肯定是不行了,你可以试试看。 第三种宾威语言就更了不得了,它叫做尤其语。 现在能说尤其语的人只有不到五个人了, 而且年龄都在75岁以上。 他们都生活在美国,一个叫做俄克拉荷马州的地方。 我猜这五个人他们一定是特别好的朋友, 而且没有人能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 因为没有人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住在俄克拉荷马州呢? 要是你听说过这种尤其语的话, 千万别忘了告我一声。 好,在我了解了这些宾威语言以后, 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就在想啊, 人类为啥会有这么多种语言呢? 关于这个问题, 下次我再告诉大家, 来看下一句话吧。 每周都有至少一种以上的语言从地球上消失, 一周有七天, 也就是说在七天中就会有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 宾威语言消失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那你说这是人类的进步呢? 还是一件让人感到非常可惜的事呢? 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 毕竟这些宾威语言都有特别长的历史, 都代表一种文化。 一种文化的消失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诶,说到这儿我就必须感谢所有学习中文的朋友们了。 多亏了大家学习中文, 中文才没有变成宾威语言。 不但没有变成宾威语言, 而且还越来越流行了。 哈哈, 大家要加油啊。 好, 来看最后一句话吧。 相反, 最有影响力的20种语言拥有将近全球人口一半的使用者。 和宾威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流行的语言, 最具影响力的语言, 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嗯, 到底有哪些语言呢? 我想不用我说, 大家都知道。 像是英语、 汉语、 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 法语、 印第语、 葡萄牙语、 孟加拉语、 俄语、 日语、 韩语等等等等。 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特别特别多。 人数加在一起超过了地球总人口数的一半。 嗯, 原来如此。 那么全球有 七千多种语言, 你最想学哪一种呢? 啊, 我想了想, 我觉得我最想去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 去学一学油旗语, 你觉得怎么样? 啊, 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为大家介绍了几位我们的听众, 他们都会说至少三种语言, 都特别厉害。 不过,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两位真正的语言天才。 第一个语言天才叫朱塞佩, 卡斯伯, 门左, 分地, 嘿, 名字太长了。 他出生于1774年, 据说他能讲70多种语言, 并且精通其中的38种。 不过因为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当时也没有录音, 也没有视频什么的, 所以有很多人都不太相信他会说这么多语言。 但是第二位语言天才是已经被证明过的, 他的名字叫奇亚德·法萨, 出生于1954年。 他说自己会说59种语言, 并且还在很多电视节目里展示过他的语言才能。 嗯, 真的是太牛了。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的视频或者是照片什么的。 好了, 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真的是既神奇又美妙。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学几门语言。 希望你在学语言的过程中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快乐。 这就是这周播客的所有内容了。 那我们下周一起说中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